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全球疫情的状况 由于中国的疫情是一个不透明的情形 它的死亡人数根本不值得参考 所以在全球疫情的排行里头 没有把中国放进来 如果按照我们觉得比较可信的 当然这里头各国都有黑数 台湾也是 台湾已经爬到全球第三名 所以请所有的人注意 在这一次的春节团圆 接下来我们还有元宵节 你可以看到台湾疫情不断的上升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流行的病毒 在台湾的主要是什么 因为突然之间 过去虽然我们的疫情人数在全世界 可能也是排行第五或第六名 总人数也是两万多人 可是那时候重症病者比较少 请所有的人保护好你的健康 戴好N95或是N94的口罩 尤其你到医院去 如果你戴的是外科式的口罩 你带矿野也好 交外也好 在公共区也好 对于防护你的健康是没有帮助的 受阳练的口罩 受队是你的 规意及的